哈喽,欢迎来到我们的家庭成长季 如果你有160美金,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看场戏 看场戏 或者吃两顿饭 差不多 或者 或者 我们自从买了房子之后 就一直很想装修我们的厨房 如果一直关注我的视频 可能就知道我们的厨房它本身就比较的老旧 完全是那种80年代90年代初的风格 OK,现在来看一下整个厨房 可以看到这个厨房 它的这个橱柜都已经非常非常的老旧 就都是那种非常80年代的那种黄色 然后整个厨房的话 它的油漆颜色也是比较偏90年代初期的 那我们就想把这个厨房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之下 稍微做一些改进 那像这个橱柜颜色肯定都是要改的 然后它后面也没有贴任何的spellish 那我们到时候可能会贴一下 这样子的话可以显得更加干净一点 那整个厨房目前为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 因此我们就一直想给厨房换一个基调 那接下来就来看一看我们到底做了哪些步骤 然后让厨房从原来的这个样子 到这个样子 OK 首先第一步我们给橱柜换了颜色 OK我们原来那个木头的颜色是黄颜色的很压抑 所以我们买了一个白颜色的把它涂上去 对白颜色的话会显得更加的清爽一点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台面是黑色的 那我们想了一想黑白反差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 我们的颜色一共花了50美金左右吧差不多吧 对那个一个KIT 一个KIT 对我们刷 那我们当时一共花了两个星期对橱柜进行刷颜色 刷完颜色之后我们还有上保护器 那整个步骤操作下来它有一些繁琐 因为你要拆柜门 然后你还要涂颜色 晒干 组装柜门 但是它的整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改造 所以如果大家预算有限 又想给厨房换一个基调的话 那上颜色是一个 nice choice 那在橱柜门刷好之后呢 我们就觉得啊这个橱柜 它如果没有把手显得有一些 不完整 对就不完整 所以那我们要给橱柜加了把手 我们的把手大概一共花了35美金 记得当时是从哪里买的 一半是从Ariza常来买的 然后最起来一半是Lows买的 对因为我们用了两种款式 上面的款式是长一点的把柄 然后下面的橱柜我们选择了那种像L型一样 就是它会避免我们不要刮到衣服 那装完把手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橱柜感觉就要好很多很多了 就是看上去很完成不像以前就说好像没有结束一样 那接下去我们就换射灯 其实我对于我们厨房本来的灯没有太多的抱怨 但是我先生他不喜欢他喜欢射灯 对射灯给我的感觉就是干净 原来的灯是拖出来的Tracklight就是一根线上的灯 看上去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下 然后这次我们选射灯选了4英尺 稍微小一点 感觉上更加轻巧干净 嗯对 然后换了射灯对于我来说 它的亮度真的可以提升来很多 那在厨房里面特别是晚上的话 这个射灯一开我就觉得哇 So relax 太舒服了 对 区别很大 那在这个换射灯我们也是自己换的 射灯的整个装换过程大概用了一个下午吧 三个小时差不多吧 差不多三个小时 因为接电线 对我们把旧的擦掉 对 电线重新接一下 然后碰到点小问题 对 每次都是碰到小问题 对 会碰到一些小的trouble 然后还有一些进行那个troubleshooting 那anyway花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我们的总共费用是40块钱 因为我们射灯这个买来是40块钱 在我们换完射灯之后 整个厨房其实基调就亮了很多 因为一个是橱柜的颜色刷牌 体量整个空间 一个是射灯的颜色 同样的也是体量了整个厨房空间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可以找手开始换地板了 那我们当时有两个策略 第一个选择是那个塑料vinyl地板 vinyl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实 这本来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但后来因为我们偶遇到了那个地板漆疯狂打折 它们是75% off 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用地板漆 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试过 也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 如果这次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戳看上面这个视频 地板时间我们花了大概要一个星期 嗯对 因为我们要清洁 处理 脏雾 补颜色 等它干 然后再上那保护器 对 其实说是说一个星期 但是真正的操作是没有一个星期的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 那具体的内容啊 步骤啊 我在那个视频里面有和大家分享到 大家可以去那里看 总之整个地板我们操作下来花了5美金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价格 主要是因为这个清理货价格太给力了 所以我们就花了5美金搞定了地板 那地板颜色换了之后就会觉得整个空间更加清爽了 对吧 对 原来那个石端时间长再说以前也是很很很乌 所以看起来就是很暗很脏 所以我们这次就换了一下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房子买好之后有给我爸爸妈妈拍视频 我妈妈当时就说啊你房子看着还不错买通透 但是你家这个厨房地板你是不是要清洁一下 我跟她说不是我不清洁的问题是这个地板它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我妈当时就很尴尬 她就只能说哦那好吧看着也还行就这样子安慰我 但是其实从她的反应就能够知道这个颜色其实真的不怎么行 那我们也是脱了有两年了我们一直想做这个事情脱了有两年一直没有时间 那今年就一起干掉了 然后我们忘了加一样东西就是那个墙壁我们也把颜色刷了一下 对原来也是那个乌乌的颜色 原来是卡其色 其实卡其色这个颜色我本来还蛮喜欢的它暖色调很温暖 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厨房橱柜也是红色 墙壁也是卡其色 然后它的地板是那种咖啡色红棕色就当中的这个色系全都是暖色调 然后厨房又是我一天到晚烧饭的地方就整个觉得太热了太暖了 因此我们当时厨房刷点颜色就刷了灰色 然后我们还弄了back splash就是给厨房贴一些墙面的瓷砖 因为本来这个厨房它是没有墙面瓷砖的 对墙面瓷砖贴的让它感觉就是 舒服一点 你是中文卡珠了吗 对 这个墙面瓷砖它本来没有嘛 对于我来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Herry觉得那是一个大问题 他希望有一些墙面瓷砖 然后就还是用我们家的库存 因为我们家从前装修厨房的时候有留下过一批瓷砖 对但是是瓷砖是前面用到地板上面的瓷砖 所以我们就地板 对我们地板上的瓷砖 然后就把地板上面的瓷砖重新踩了一下 切割 对 切割大哥 那个叫切割 对我们就把地板瓷砖重新切割了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墙面上来 对 然后那个瓷砖它是也是中性色调的 稍微偏暖一点 但是我觉得贴着还蛮好看的 对 所以还主要就是它们没有反光的 对 然后我们这个瓷砖贴好之后很尴尬就是少了两大块 少了这样子的一块面积 于是我们就去Home Depot去买 想去看有没有一模一样的 类似的 结果还真的被我们找到了 而且只有三块还是四块 好像是要四块 四块 对 然后我们去付钱的时候 那个收银员一打价格 怎么才一分多两分多 他就觉得是不是他们系统出了问题 于是他就找来那个经理 然后这个经理过来看一下 经理他就说 那这个就全都免费给他们吧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违货 他们不再打算进这个货园了 所以我们就免费的拿了四块瓷砖回来 因此整个贴瓷砖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真的是一分没有出过钱 只是拿了从前我们装修厨房的剩余的那个 对 然后那个grout是买的 grout就是怎么说 就是把瓷砖贴在墙面上的这个叫水泥贴 还什么就是那种 贴缝隙的这个 我们当时试买的去选了一个偏灰色的一个颜色 这个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吧 十五块 十五块钱 对 所以整个贴瓷砖的费用 我们就可以算他二十块钱 因为我们以前的违货也要三点钱上去嘛 那Splash贴好之后其实是会觉得感觉是还不错对吧 那在这个贴完瓷砖之后 然后我们整个大的工程基本上就已经搞定了 那接下去就是做一些软装方面的 然后我们有给厨房做了一个绿植架 这个绿植架其实是我们以前的壁炉 壁炉前面会有两片那个贴网 然后因为我们不用壁炉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贴网把它给拆下来了 然后正好做坏板 然后我们那个架子 也是给他们扔掉的 所以我就拿了 三脚架那个是 三脚架 是三脚架吧 对 所以我们邻居他们搬走的时候 处理掉的三脚架我们拿过来 所以就把这些拼在一起 就没有出任何费用 全都是靠废物回收利用这样子 搭了绿植架 然后我在上面放点绿植 我觉得也蛮好的 对 very good 对 所以整个厨房这样子弄下来的话 大概就花了160美金 其实对于我来说 最好玩的就是怎么样子 把这个project的成本降低 同时又能够让我们的居住环境 比从前来说有更大的提高 那和有些完美主义比起来 肯定是远远的不足的 因为我们的很多改造 真的就是只能说比之前好 但是它和完美是有很多距离的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这是我的乐趣 就是当我看到我的生活 再一点一点慢慢变好 它不用变到完美的极致 只要它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对 很有劲 来 其实去想一想 很有意思 这样去很有意思 你就控制住你自己的budget 然后你看你自己最好可以走到哪个步 对对对 就像在自我挑战一样 就像我们在挑战自己怎么样子用最少的钱 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事情会上瘾 就像你用钱会上瘾一样 然后你自己试着降低budget 同时达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这个事情也会上瘾 行吧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厨房装修的总结 那我们的厨房这一篇终于可以搞一个断望了 Yes, no more truth 至少最近不会再有了 最近不用出发了 嗯 行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Thank you 谢谢